八字架 好 我們上次講到哪裡 我們上次講到這裡 這裡是哪裡 這裡是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 我們上次在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 首先講到什麼是改變 然後呢我們又講到改變呢 是分屬於各個不同的狀態 這些狀態呢在亞里斯多德呢 叫做範疇categories 我希望同學們聽到我剛剛那樣整體的一個描述注意到 亞里斯多德他非常非常重要的地方是 他把整個世界透過我們語言跟世界的關係 指出來那個融貫的系統 因為我們不單單是在經驗中看到了這個世界 我們的語言也描述出了這個世界 那我們的經驗中所描述出來的 經驗中所呈現的世界 跟語言所描述的世界有一個很大的差別 什麼樣的差別 就是我們語言是一種無限的表達方式 而我們經驗的那種tangibility 經驗的那種可感知的部分是有限的 所以無限跟有限之間就形成了很大的一個差距 而這個差距對亞里斯多德來講 只要什麼呢 只要不要走得太遙遠 所以換而言之亞里斯多德的哲學 基本上是科學性的就是 他總是希望你能夠把經驗的內容作為一個本 然後語言上的表述搭配這個經驗的內容 那這樣子的話整個世界的求知知識的定義 就在這樣子的一個融貫系統之中 接下來哪一個部分是我們經驗中不能感覺到 只有透過語言描述的呢 Change Ontology 純有學 Arche principle metaphysical question 形狀學的問題 Why is there something rather than nothing 對不對 這個是你看不到的東西 但是你在你的思想中 語言中可以問的問題 從某種角度來講 語言是活的 語言展現了我們的心靈狀態 我們的心靈狀態突破了我們的經驗 但是它的突破不能夠太遙遠 必須要被經驗拉回來 所以說比如說我們跟同學在講 我說每次問到同學 說你這個爸爸媽媽你哪來的 或我問我自己我哪來的 爸爸媽媽生我的 爸爸媽媽哪來的 祖父祖母生的 你一直往後推的時候 我說OK stop 我給你一個principle 說whoever comes to this world must have a reason for its becoming 那麼我用了這個全稱命題表現的時候 這句話是什麼呢 他是邏輯上 他是語言上 甚至於理性上可以推導出來的 所以我們在討論到亞里斯多德的時候 他的偉大的地方 不是單純提供我們一個很舊的科學思想而已 他基本上對於我們知識能夠被感知的範圍 做了很深刻的提論 而建構了一個有效的融貫系統 坦白講我們到今天 都是在亞里斯多德的基礎上做哲學上的修正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離開這個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我們經驗到底准許我們做出什麼樣程度的推理 當然這個部分問題處理的最好的極有可能是胡塞爾的現象學 他就是一段一段的從感官知覺一直推到我們的意識 意識中的知覺存在的那種最後的感覺 會影響到我們所有的一切 在他來講這一切的發展通通是科學的 所以呢這個基本上經驗的無限延伸 比如說經驗可以延伸到印象 印象可以延伸到記憶啊 記憶可以延伸到概念啊 概念可以延伸到你的心靈狀態啊 你的心靈狀態可以延伸到可以進一步延伸到你的想像世界啊 你想像世界可以進一步延伸到創意的發展啊 否則創意怎麼來的 有人常常講說神來之比 可是我們在一個科學世界不相信有神來之比 我們讀書的目的為了發展創意 大家為了追求創意到幾乎口渴的地步 為什麼我們要針對社會中的每一件事情 哲學家就要想辦法先做判斷值不值得討論 值得討論以後怎麼樣把自己所討論的結果 表現得跟別人不一樣 如果你講的東西跟別人一樣 那還需要你哲學家嗎 就這樣子的觀念 所以亞里斯多德在這個問題上非常好 那麼我們呢現在呢 要談到物理學中的原因cause cause這個問題這個cause的問題 有一個相當重要的一個意涵 有一個相當重要的意涵哪一個部分呢 就是說我再跟大家稍微重複一下 亞里斯多德的整個系統是一個融貫的系統 我們在我們在邏輯中間講到的邏輯理性語言的時候 邏輯理性語言的時候 指稱語言的表達講出這個世界 世界的話的規則代表我們知識的可能性 所以我們有了知識論科學哲學以及語言哲學的架構以後 我們探討的第一個問題是物理世界中的改變如何來的 然後語言告訴我們說這些改變是一個分類的結果 這些分類的結果我跟大家說過 這個分類的系統到今天還在沿用當中 尤其在生物學裡頭 然後我們就要開始解釋說 什麼是使得這一切分類成為可能 什麼是使得分類成為可能 分類成為可能呢 主要原因呢就是因為本來呢他不是這樣子 後來變成這個樣子他會改變 那你解釋完改變以後呢 你要問的問題就是他改變的理由 那麼改變的理由呢對亞里斯多德來講呢 所有呢就是我們牽涉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 你能不能夠解釋為什麼他是這樣 換而言之這個why question why question的話呢為什麼 像我們現在教育我們所有的教育基本上的主軸都是問 小孩子如何發問 小孩發問呢就是要說為什麼 請大家注意啊 我這個有一套這個通識教育來到大學學什麼 我在台大的這個新生書院講了以後 被學校這個也是透過錄影以後發到這個各地 結果爭相邀約 我這個演講已經講了二次幾遍了 都會背的 我這個演講當中啊強調來大學學的第一件事情 是要學會發問 knowing how to ask a question 為什麼發問這麼重要呢 因為發問基本上是有它的格式 而這個格式呢是要學習的 而這個格式呢它涉及到兩個層面的問題 第一個層面呢就是要問別人所形成的論述當中 哪一個部分缺乏causal explanation缺乏因果解釋 所以我要把這個因果解釋建立起來 這種因果解釋在亞里斯多德的邏輯 就三段論證的邏輯我們上禮拜看過 就是解釋事物跟事物之間的因果相連性 我們叫causal link causal link 所以我們這裡叫原因叫cause 那causal link就是講說 為什麼它有這個因果相連性 第二個問題呢發問很重要的原因呢 是什麼呢 是一個比較屬於倫理層面的東西 也是我們國家的現行教育中最缺乏的部分 哪一個部分呢 你要知道 如果你問我 如果你問我 比如說這個同學 他問我 老師 你所說的這個東西 有一個地方的因果相連性不清楚 你把它 你有義務把它補起來 如果你問我這樣的話 那這個時候 你說說看你的心理會面對什麼樣的問題 如果你問我的話 我會面對什麼樣的問題 對 你會面對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如果我是教育部長 你是學生 你問我事情 你做的事情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說 如果你這樣的時候 你覺得你會面對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面對什麼問題 你說 你會面對什麼樣的問題 如果你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你會問我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跟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是息息相關的 你會面對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按照我剛剛那樣的研法 你知道他的動機吧 你要知道我的動機 如果你現在問我 比如說我現在講突然一下子說 好我們現在翻到聖奧古斯丁 那講說老師等一下 你是怎麼從亞里斯多德跳到聖奧古斯丁的 你要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講說上課就乖乖聽話 不要問這麼多 那你堅持要問下去 你會問到一個什麼問題 你會碰到一個什麼樣的問題 這是學習上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你聽得懂我在問什麼嗎 好像聽得懂 好我給你答案好了 這樣子以後 因為你們實在是對這個太陌生了 你發問的時候 你發問的時候 要問一個why question並不難 因為這是邏輯 可是你要有發問的勇氣為什麼 因為他牽涉到說的跟學的人的權威啊 權威啊 politics啊 就你講說 同學你知道啊 一個在權威非常非常彰顯的時代 老師是很爽的 超爽 對不起啊 超他媽爽 為什麼 因為他不准學生發問 他一問學 老師馬上回頭 他不回答問題 他說你什麼意思啊 你是問我頭腦不清楚嗎 我老了 我告訴你 你清楚得很 他這一言 所以 對亞里斯多斯來講 apodexis demonstration causal explanation 那個推理 為什麼三代論是 就要從數學講起 就是說那個整個推理當中demonstration 這個理 缺一不可 的這個理 demonstration 展示的道理 是讓人發言最重要的勇氣 我跟大家說啊 我們通常只想到說logical connection 沒有想到說 叫別人把所有的causal link說出來 這件事情 是一個檢討人跟人之間思考深度的問題 所以我們上七則史的時候第一課 我很重要的告訴大家一個觀點就是說 蘇格拉底並沒有教跟學的關係 我跟大家都一樣 我跟大家 我都是學生 我每一天 我不管多忙 我一定要讀書一定要寫文章 我寫完文章以後 一定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通常是大醉一場 就是一定要什麼呢 一定要學 一定要不斷的學 每個人都在學 然後什麼呢 就是要防範 防範別人問你 你的logical connection在哪裡 所以apotexis你們可以找到 對於亞里斯多勒來講 他是實現了蘇格拉底的辯證精神 因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我們所謂的 有理形變天下 無理寸步難行 那個理就是一個自然推理的結果 那我們所有的教育走到今天這個地步 很多事情 我們一開始所講的到現在 大家都要想 想什麼事情 想這個理到底在哪裡 因為沒有理 你不可能再用權威講說 你不要講話 我這裡就不應該講話 就是說我講到這種程序的時候 腔調自然而然會變成浙江人啊 因為以前他們都是浙江人講這種話 你講這個話是不對的 所以呢 我跟大家就請大家了解 權威的時代過去了 完全講理 所以大家一定要聽得懂 亞里斯多德非常重要 他為我們的現實世界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個質疑 你們可能不會了解 但是我告訴同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你在現在 當權威完全不存在的時候 如果你還用權威來回答學生的訴求 你錯了 你要用科學來回答 我再跟大家順便舉一個 講一件事情 可惜不能讓你把機器關掉了 因為我今天上午一到辦公室的時候 充滿了興奮要上課 結果遇到一大堆停休的 都是大一停休的 你們做我們很多人是我的導生 你們告訴大一的學妹 台大 在台大 這個當然跟柏拉圖也相關 讀過柏拉圖人才知道 可惜他們到了大二才知道厲害 在台大學生可以鬧一切的事情 只有一件事情你不能挑戰 這個 the authority of mathematics 很多大一的學生搞不清楚 一進台大去數學去修微積分 到經濟修高等經濟學 到心理去修這個方法論 想做轉系的準備 原來不修還有希望 修完以後馬上沒有希望 請注意 let me repeat and read my lips in this campus never try to challenge the authority of mathematics 你們讀過柏拉圖知道這個厲害 柏拉圖說過數學的頭腦 推理思辨能力是神給的 不是人給的 我們不知道 我們看這個人外表 不知道數學強不強 但是有一點我可以很確定的 我剛剛都跟他們講 很善意跟他們講 你當年會讀台大哲學系 就表示你沒有機會讀台大電極系 你可以努力 但是你的不能夠期中考結束以後再做判斷 你一個禮拜你就應該聽明白了 同學們留在哲學系好好讀吧 就很多人是停修課程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是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很重要的差別 我把這件事情寫成文章 上次教育會議 教育哲學會議我寫成文章發表 這個文章的題目叫做 數學化科學與數學教育的文化反思 這個歡迎大家來索取 不過目前為止有興趣的人不多 我就是在講這個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跟數學相關的科目很多人想修 但是沒機會修 然後對於很多人來講 為什麼拿了數學可以作為一個真正的擁有權威的一個象徵 然後剩下的事情 學生都可以挑戰 都可以挑戰 像我現在上個比如說某某同學坐在那邊吃早餐 我說那個同學你可不可以不要吃早餐了 他如果很快的收起來我覺得很滿足 他如果給大家 為什麼 我就完了 我就完了 為什麼 因為我餓了我不能吃嗎 有規定嗎 你以為你站在那邊你就可以叫我不吃飯嗎 那我就要馬上 我不能夠一個劍步衝上去 不准吃就是不准吃 那完了 因為都被錄下來了 所以這不是開玩笑的 所以我們了解柏拉圖跟亞里斯多德的思想當中 有很多地方是要分清楚的 為什麼 因為亞里斯多德確確實實給了我們一個解釋一切的可能性 為什麼 因為一切的事物 只要你在經驗中覺得是可能的 你就有理由證成它 你就有可能證成它 任何在經驗中的哪怕是藝術哪怕現在大家 現在我一講到字眼講到就是不敢聽 過一段時間聽習慣了 我不聽到會難過 這個是亞里斯多德的觀念 柏拉圖觀念的話 他那個idea是不會變的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那麼我們就了解了 同學們就了解到這個整體就是牽涉到 有關於科學哲學知識的建構各方面 都是這樣子的一個重點 所以why does this event happen or why is this object sit to this we say the cause or explanation ation ation 所以我們要講說 我們要講用這pronunciation civilization ation ation 的意思就是有一件事情 它變成一個對象的原因 ation 就是整個字的由來 那麼阿里斯多德他認為 cause是multivocal 是多重的 是多重的 我們以前講過這個詞 有being是multivocal cause是multivocal 那麼good 就是morally good virtue是multivocal 有各式各樣展現的方式可以分類的 這個請同學們稍微 這個都是我們以前講過的對不對 如果有用功同學就會知道 好 那麼這個時候我們主要是回答一個why question 我們拿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呢 比如說我們拿這個米開朗基羅做的David的這個slim shot 就是David拿彈弓打這個獨眼巨人的故事這個雕像 在Florence的廣場正中心 我們看到這個雕像 看到雕像以後呢 亞里斯多德認為呢 針對一個雕像 你只可能問四種原因 就是why it is here rather than somewhere else or why it is here at all 為什麼這個雕像在這裡 這個我實在是很想 這個我實在很想把這個哲學應用得好到 讓大家可以今天走出這個教室門的時候啊 發覺這個眼前看出去的都是光亮 因為我以前啊 在國外讀書 我上到亞里斯多德這一課的時候 我突然就明白了這個哲學的用處 為什麼呢 因為啊 亞里斯多德告訴我們 任何的問題 只要你問出了why question 就有哲學的意涵在裡頭 其中包含 我們用的例子是最具體的例子 雕像 或是說我這個簡報器 但是我剛剛跟大家說過 我們把經驗主義放在一起 我們討論到一個現象 假如我們兩個在一起 我們兩個在電視節目很認真的討論 比如說你是台大學生代表 我是台大老師代表 我們討論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學生性高采烈如火如荼的 這樣你們兩個代表好了 展開這一場 為什麼學生會如此的激動 為什麼學生會如此的大膽 為什麼學生會表現得這麼的平凡 參與社會運動 當我們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如果有一個人 比如說你是一個很酷的人 突然講 如果你突然講 你問的是一個假問題 是一個空的問題 誰跟你講叫學生運動 他們有沒有說自己是學生運動 他們有沒有說自己是什麼運動 他們沒有 他們每天都很具體 有的有號在這邊 如果你這樣一問的話 我們會覺得說 我們會問一個問題說 為什麼我們會把眼睛看到這些事情構成一個現象 然後用一句話描述出來 把它當成一個名詞 來作為討論它為什麼存在的原因 你了解我問的情況嗎 我再強調一下 這裡面思想有一個轉換 比如說我們三個人 坐在電視節目討論學生運動 如火如荼 風起雲湧 遍地烽火 比如說 然後 我們兩個正在討論的時候 你一句我一句討論的問題 現在這個情況啊 都是哲學的錯 我說不能這樣講 我們只要是哲學的 我們哲學沒錯 那你突然插出一句講說 你們討論是個空的東西 這個空的東西是 沒有一個東西叫做學生運動 我要強調的這個話就是說 有人會講 這個就是亞里斯多德的厲害 什麼 請注意 我們每一天講的每一個字 任何事情 不是只有說學生運動是個空的 就是簡報器都是空的 為什麼 因為簡報器這三個字 比如說這個 remote controller for powerpoint device 用英文 Mem en français 就是用法文 這個這個這個 就不管用各種語言 Hammatokbarnederons 就隨便你講 各式各樣的語言 都沒有關係 問題 這個語音跟這個東西 構成一個object的那個關係 是亞里斯多德在經驗主義中解決的 換言之我們要討論任何一個事物 其中要有建立上一個心理的共識 就是說我們要知道 我們共同要知道 我所指的那個事情是什麼事情 然後我給那個事情取個名字叫學生運動 那麼這個學生運動本身是不是符合這個定義的 還是紫色的 還是想像的 導病不那麼重要 因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一個融貫性質在討論東西 這個是第一個 我希望大家了解 就是說因為我們 我在跟大家回覆 亞里斯多德在講到語言哲學的時候 我們對一個object 我們稱它為鉛筆盒 這個鉛筆盒這個概念 它可能不是盒子概念 它是個鉛筆袋 但是我們習慣叫它鉛筆盒 這個話說眼鏡盒 這個看起來像比較像概念 我們每一個人對一個proper name 一個general term的認知不一樣 但是我們會慢慢匯集起來 把它當成一個共同認知的標準 然後來進行討論 才成為可能 才成為可能 所以對於亞里斯多德來講 它的每一個系統中的步驟都非常清楚 然後我們才可以坐下來講說 針對一個東西說它是什麼 問一個why question 真的它問一個why question 那我講的剛剛講這個稍微有一點複雜 它的重點在哪裡呢 它的重點是 請同學注意 把問題問出來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為什麼很困難呢 因為我每一次跟大家講說 你們有沒有問題的時候 同學們至多只能夠想到說 唉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我們現在到底教育在教我們什麼 這個為什麼你會問這種問題呢 因為呢 你只能夠就你親身的經驗 把它轉換成為一個現象來發問 而不能夠更進一步的 把我講的東西 比如說為什麼呢 不能夠更進一步這個 質疑我所詮釋的亞里斯多德呢 因為亞里斯多德呢 它是一個融貫的系統 它在裡面講說 你之所以能夠把它當成一個對象 是因為你經驗上要有所語的內容 而你經驗上所語的內容 不一定以感官知覺為限 你可以想到一個純粹的理念 比如說我現在舉個例子 說學生受到左派思想的影響 以至於以為透過大型的示威運動 可以達到他們所訴求的目的 當我講這句話的時候 全部是形上學 什麼叫左派的影響 什麼叫訴求的目的 都是economically not tangible的東西 可是這種經驗上 不可以感受到的東西 可以伴隨著經驗的延伸再延伸 比如說記憶 意識 概念 理念 甚至於想像 創意都發揮出來 所以亞里斯多德的why question 是指著一切事物的可能性 那麼因為是用這種方式來使得任何一件事情 具有哲學意涵 所以我自己上到這一課的時候 我聽懂的時候 我感覺到我離開教授的眼睛像亮了一樣 I am illuminated 我就覺得我腦袋亮了 你知道嗎 就從此我分得很清楚 這一件事情抱著一打開 同學們你難以想像我得到的好處 我抱著一打開 每件事情我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件事情如果有人問我 說你從一個哲學家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我馬上可以回答 知道嗎 這個就是我們應該學的本領 這就是我們應該學的本領 隨便 我真的很想以後我開個課 沒有內容 就是報紙 這課就叫看報 你一打開 每一件事我馬上告訴你 只要我聽懂了 我馬上有不同的文法 為什麼 因為亞里斯多德基本上 就提供了一個方法論 一個論述的方法論 也是現在社會科學最期待的 Rhetoric 修辭式的不是一個計算式的 因為它有兩個層面 一個那個推理式的 所以說台納校園內的數學的威權 不能夠挑戰 那是推理的 可是有一種 有一種修辭式的權威 是可以挑戰的 那也是一種理 也是一種理 就是看你的思想的深度 那我覺得思想深度最深的 就是亞里斯多德的深度 所以我現在舉例子是用 雕像作為例子 因為大家講到四英說的時候 Four causes的時候 通通都是用雕像做例子 又一個很具體的 用椅子做例子 那我要告訴大家說 當我要解釋這個椅子哪來的 So from nowhere into being coming into being 我們說 What's the cost making this chair coming into being 當我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請同學注意 那個chair 不是重點 重點是整個發問的方式才是重點 任何事物包含靈魂鬼怪都可以問 Why Why are you so afraid of ghost 這個根本就是鬼話嘛 對不對 Why you are so afraid of market Why people are afraid of physical cliff 為什麼我們害怕這個財政懸案 這一切通通是一個概念型的 所以有why的問題它後面所要問的那個東西的存在 是不以物品為限 所以我們用雕像為限的目的 純粹只是告訴大家 這只是一個例子 好 我們用大衛像 大衛的slim shot 大衛的那個丟蛋弓的像為例子說明 我們會問 亞洲認為我們只有四個方向會問 第一個它什麼材質做的 什麼材質 material 第二個我們問說它是按照什麼樣形式做的 第三個我們要問誰做的 第四個我們要問幹嘛做這個 目的因 它認為任何一件事情 比如說我們看到David雕像 他是意大利產的大力士 意大利我前天 前天參觀了這個南京大學的這個 號稱亞洲最大的硬體博物館 圖書館 我一進去以後我有習慣 我參觀所有的這個大理石像 我都會去摸一下 只要能摸了 在梵蒂岡博物館不准摸那就算了 柱子什麼的 我都會去摸一下大理石 我幾乎摸到一摸 我現在可以確保摸到三種 台灣產的 義大利產的希臘產的大理石不一樣 感覺不一樣 好 台灣產的話呢 剛修不久就已經摸到前面的風化的那個 它的那個Lime Lime stone的那個Lime 質量不夠多 但是你一般來講那個大理石這個塊坑玉輪 摸上去的油油油亮亮的 這台灣進口食材啊 好一點的 你去看那個什麼到樣品屋進去 不要看價錢 只要去摸那個石頭 就可以摸到它哪裡進口的 這個義大利的大理石是很有名的 保存年限最久 越摸越亮嘛 所以大家 你們到了這個羅浮宮裡面 一進去你們第一次看到 全部就是19世紀的這個義大利的這個雕 收藏來的雕像 不一定是19世紀 你看義大利的這個大理石質量號稱是最好 非常油亮 油亮油亮 材料義大利大理石 對不對 然後呢 按照什麼形式做的呢 按照聖經裡面所描述的David 到底有沒有David這個人 把獨眼俱容打垮了 我不敢講沒有David這個人 我敢確保沒有獨眼俱容這個人 physically speaking 從物理的角度 為什麼 這種類種化從來沒有記錄 怎麼冒出就他一個人獨眼 然後那個眼睛 一下子被David打死 從此就滅種 他哪來呢 爸爸媽媽呢 你有沒有難過 眼睛打得很痛以後 只有一隻眼睛 難怪了一下就結束了 另外一隻眼睛呢不知道 所以聖經記載的 聖經記載的就對嗎 聖經記載的就對 至少什麼呢 至少你看得懂 所以呢為什麼看得懂 他可以按照這個樣子雕出來啊 他沒有雕獨眼俱容 他雕的David很英勇的樣子 跟聖經的故事很不一樣 他雕出來是一個很健壯的人 其他話講的原來是一個並不大的人 不管怎麼講 這個形象是這樣子 形式是這樣子 誰雕的 米開朗基羅 他是efficient 讓他存在 不懂的人沒有辦法 懂得雕像的人就做出來 他的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大了 目的呢讓人呢了解到透過形象的方式 透過像這是有爭議的 有爭議的為什麼呢 因為啊這個我去過希臘 希臘信的是東正教 希臘本來是正統 叫Orthodox 正統嘛 Orthodox 現在我們講到這個希臘宗教 聽起來像是歪教一樣 其實希臘才是正教 這個保羅是希臘人嘛 希臘政教呢 因為當時希臘人呢 就說大家信這個宗教啊 你現在像這個 像那個伊斯蘭教啊 他如果完全沒有偶像的 沒有像沒有雕像的時候 就是那個書法 那個書法在我看來都像刀一樣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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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阿 都是十幾把刀排在一起的樣子 感覺上沒有一個依賴的對象 東正教說 沒有像啊 太殘忍啦 雕像不好 這個始作俑者 雕像太真的 用畫的 所以我到東正教的那個教堂以後一看哇不得了 全部都是它叫Icon 我們現在叫Icon就是那個Apple電腦上面那個小肖像 那個叫Icon它就有像 可是羅馬公教Catholic覺得這還不夠 光畫不夠要什麼呢 要活生生的雕出來 雕到什麼程度啊不可思議 你知道所有歐洲大的主教堂裡面看 歷代的主教堂在那邊 上面一定雕一個主教堂的樣子 栩栩如生啊 你一看過去啊感覺他在呼吸一樣 真到這種地方你有沒有見過 把大理石可以雕到像是那種感覺 那連那個灰塵都剛好落在那種跟那個光線 感覺像這傢伙到底死了沒那種感覺 非常真實 但是這個呢這個雕像這個笑呢 它那個目的讓人家什麼呢 讓人家永遠記住啊這個人的偉大 這當然這當然是違背了這個這個原來的教義 但是經過解釋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重點是說一個像 它有什麼呢 它有物質形式有效跟目的四種原因 對亞里斯多德來講 這四種原因呢構成了一個窮盡的事實 Exhaustive 就是說沒有了 就這樣子就這四種原因了沒有沒有沒有其他的就這種情況 所以是在這樣的認知下 那麼這樣子的一個認知下呢 逐步逐步呢就出現了很多的發展 Efficient code 的目的因 finish end 好那我就介紹的時候呢就告訴大家這樣我就不多說了 好 那麼我要強調就是說 每一個原因回答了一個為什麼的問題 啊 那麼這個 有的時候呢 當然啊 當然 這個呢 構成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爭議就是說 在提出解釋的時候 for the why questions 對於亞里斯多德來講 這個 why questions 不必是不必是全稱式的 有例外的 不影響 為什麼 經驗中可以出現例外的情況 這當然構成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差別 柏拉圖的思想是沒有例外的 亞里斯多德的思想有很多例外 事實上我們都可以想到 比如說 not all four however are always appropriate the triangle 三角形 has a formal cause stating the definition but no efficient cause and no end of it 就是說我們講到數學 我們講到數學是個mathematical object 三角形 圓形 方形 這個形狀是可以在形式上做定義的 可是什麼呢 可是它沒有有效因 它來自思想中 它也沒有什麼目的因 它可能是我們思想上的一些元素 是它的材料 但是這個東西跟我們原來講法就很不一樣了 那麼 a hammers一個拳頭 essence is a capacity to ham nails into wood 那麼這個如果一個錘子 我們這樣講好了 像每一年看到大家這個金澤表演的時候啊 做出那些假的道具 比如說保麗龍做出來的錘子 還能不能叫錘子 它沒有這個目的因 它只有這個形式 那你就可以說 從部分的角度來解釋 有些東西 比如說你吃的 吃素菜 素菜做的東坡肉 哇 我前陣子吃一個素菜 在大陸吃一個素菜做的東坡肉 那個肉拿起來啊 還會有那個滴一下油的那種感覺 這是真的什麼好像 滴的居然是太白水 可是很像 不知道怎麼弄的 後來我都擔心裡面有塑化劑不敢吃 太像肉了 那就有這個東坡肉的形式因 可是沒有它的材質 一吃起來就還是豆腐幹 就是還有冬瓜糖 跟東坡肉 所以呢 這個是形式因是指出功能而存在解釋的原因 這個都是 都是這樣子 那麼對於自然存有物而言 形式因解釋其所有的功能 也構成其存在的目的 好 我們要解釋這個題目 我們要解釋這個 為什麼呢 這個時候呢 牽涉到一個重點 牽涉到一個重點 請大家注意 請大家注意 我跟大家講啊 亞伊斯多德的系統 起點 起點是思想 終點 終點是政治 對亞伊斯多德來講 Political science is the highest science 政治是最高的科學 所以說這個我以前讀了四年政治系啊 只記得這一句話 去之前呢 只知道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 出來的時候呢 知道呢 政治學是一個自我感覺良好的科系 其他全沒了 就是講了 但是我現在呢 慢慢就體驗這個道理 這個道理是說 亞伊斯多德講的思想 我們到現在所有講的過程步驟 請同學 盡量練習 在這個課當中 像我一樣把這個系統記好 我教大家口訣 你一定會覺得說 記這個口訣有什麼用 太有用了 因為你永遠發覺 你在思想中 在進入社會前 你有一套系統 這一套系統呢 可以幫助你解釋所有的問題 錯了再修正沒有關係 但是不可能在你一開始 在沒有一套系統的情況下 去了解這個世界 所以這套系統當中呢 從你的思想開始做啟發 而且它非常嚴謹 非常縝密 然後呢一步一步 我們講到目前為止 我通通都清楚的不得了 我都可以回答同學 就是說哪裡哪裡 它的因果相尋 可能沒有給同學特別多質疑我的地方 可是一定給同學一個很重要的機會 什麼樣呢 就讓你了解西方的思維的基層就在這裡 那麼我們一步步推下來呢 到了這個階段呢 出現一個重要的問題 就是formal cause 形式因 形式因解釋所有的功能也構成存在的目的 請大家注意這件事情 我們對於一件事物 最care的 就是這個是什麼東西 還有為什麼我們要這個東西 我們這樣講好了 教育 我常常一開始這個課程 這個學期 就問大家我們為什麼要受教育 對不對 教育的功能是什麼 然後呢 我們再問說受教育的終極目標是什麼 你一聽就知道這是兩種不同層面的問題 教育的功能可能會讓你有一個比較好的生活 可是最終極受目標的話呢 教育讓你變成一個不同的人 但是我坦白跟大家講 坦白跟大家講 絕大多數人早期 在一兩百年前是沒有教育自己概念的 我們以前的話 讀這個三四經百家姓弟子規 的目的是叫他了解一些基本的道德道理 並不是要你變成會懂得作文的人 我跟各位強調一個觀念 我跟大家有一點很不一樣 因為我家裡成長的背景 我從小認識一大票 幾乎沒有受過教育的人 然後照樣能夠提筆寫文章的 變成政府高官軍隊中的大將 他們整個受教育的過程都是在逃亡啊 我早就很懷疑 這教育到底是一定要有PowerPoint才能夠上得好 還是沒有PowerPoint上得好 我早就很懷疑了 我只是應付這個時事啊 什麼錄影後的課上得比較好 不過這個例外 這個真的有人看 常常寫信給我 弄得我很累 這個是我為什麼會提出問題呢 就是說一個形式是決定一個事物 功能跟它的存在的目的 好 形式本身反過來 由事物的行為所決定 因為這些行為都是以實現目的為主 所以我為什麼講到說這兩個觀念 就是這個形式因的概念特別重要呢 因為亞里斯多德從人的思想起源 探討到外在的世界 探討到我們對於就是天也好 地也好 最後講到人的問題的時候呢 天有天存在的形式 地有地存在的形式 人呢 人有沒有人應該存在的形式 有的嗎 人有形式的 人的形式的話呢 分外在跟內在 外在的話呢 兩個眼睛 一個鼻子 鼻子上面有兩個孔 這個的話呢 是人的基本形式 但是人的內在有沒有形式呢 哇 你一聽就知道大問題來了 大問題來了 為什麼 比如說我問大家 學生對老師講話要不要注意禮貌 一個敏感議題 我心中已經有答案了 你覺得要不要注意禮貌 反過來呢 老師對學生講話要不要注意禮貌 老師要尊重學生 學生呢 老師要怎麼尊重學生 來來來來 喝茶喝茶 哎喲 這個來來來 跟面墊一樣 來來來 坐坐坐坐 坐 來來來 要熱的 要冷的 也不應該這樣子 那應該怎麼樣 李明傑 你覺得老師對學生 學生對老師要不要禮貌 我覺得是不管對誰 禮貌是 你之前的那個吧 不然對學生要吧 跟學生老師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老師跟學生之間完全沒有關係 覺得我是一個Money Collector 你是一個 我對你禮貌並不是因為你的權威 是因為 我沒有說我有權威 我是招呼你喝茶的 因為我覺得老師學生這個關係 基本上會有一個上跟下的概念的感覺 我覺得對你禮貌 那你覺得這個上跟下的感覺對不對 是不是正確的 你覺得呢 這個看起來像黑人打扮的同學 我開玩笑 你覺得對不對 你覺得呢 你覺得呢 他的意思是說 就算我們今天跟你不是老師跟學生的關係 我們還是要尊重其他人 只是因為現在我們有額外多了一層 老師跟學生的關係 我對你可能就會分外的尊重或是 那你覺得你講這套道理是亘古不變的 還是說看情況而定的 說人跟人之間就應該互相尊重沒有問題 康德的 然後呢 老師跟學生 因為認識以後呢 有一點這個親疏遠近的關係放在裡頭 那你覺得這個是亘古不變的 一體適用的還是要看情況的 還是要看情況 就是我本來呢 應該對你有起碼的尊重 但認識以後發覺這個人根本不值得我的尊重 也有可能吧 好 那我為什麼要提這個問題呢 我就是要強調這個人的內心有沒有什麼形式 有沒有形式大學問啊 我跟大家先預告一下 然後預告完我們就休息一下 亞歷斯多多做這個努力被罵得很慘沒有錯啊 可是沒有了亞歷斯多以後沒有人知道人的內心 到底有沒有形式啊 你們要去聽三代爾演講說 三代爾講的就是這個問題啊 就說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What would you think? Tell me what if I were you? What would you do? 每一件問題都是由你自己回答的 我回答什麼 我什麼都不能回答 為什麼 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要什麼了 我怎麼知道我怎麼回答 本來亞歷斯多多時代的論理學是告訴你 用這套理論整個推下來 所以我稍微停下 我們人的內在有個形式 我們形式是向上 向上的話是求好 求好是什麼 柏拉圖也講了 在我們想念篇講了 求好就是美就是代表好 你賦予它一個價值的過程啊 那人會賦予價值的話呢 因為擁有價值的叫做virtus 沒有價值的叫vices 一個善跟惡的區別 所以你要朝上 向上哪一個國家文化不是這樣講 孟子也這樣講 孔子也這樣講對不對 那如果是聽到孟子孔講的話 那論理學問題不用討論啦 完全不用討論啦 就向上什麼的 只要你定義上上的 好的美的善的內容是什麼 就說完就結了 但是現在有很多人說 存在主義者 說存在先於本質 老子不吃這一套 有這種人存在的 但是存在主義要付出代價就很慘了 什麼代價你知道嗎 寂寞啊 寂寞難耐啊 你說你要在寂寞 跟做人家心目中的好人兩者之間做一個選擇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看 OK 那我們剛剛就是強調這個形式因 大家大概也知道我要講的目的 我要講的目的就是說形式呢 決定了我們到底要做什麼 應該做什麼 因然的問題 好 那麼這個是 大家也知道就是說 我已經說過了 對亞里斯多德爾爾講的話 形式跟材質都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那麼形式跟材質的結合呢 並不是偶然的 是必然的 為什麼是必然的呢 因為那個形式決定了那個發展的方向 所以大家 就是在討論問題的時候呢 就是要注意 亞里斯多德強調的這個 形式的發展是一種重要的角色 對人來講 人的形式是什麼呢 人的形式就是靈魂 就是soul 所以你講 你在英文當中你可以講這句話 你在中文聽不懂說 我懷疑這個人有沒有靈魂 的意思 在英文 I wonder if this guy has a soul 這意涵是完全不一樣的 你可以聽得出來差別在哪裡嗎 我說我懷疑這個人有沒有靈魂 跟I wonder if this guy has a soul 他的差別在哪裡 你知道嗎 你可以聽得出來差別嗎 你有沒有跟老外聊天過 你看起來英文長得 你長得看起來像一個英文很好的人 你聊天的時候 你可以瞭解這個意涵嗎 就是他們的宗教上 whatever 就是普通的daily conversation 所以你平常說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John I wonder if he got a soul 這什麼意思 那很嚴重 對 你就講說你覺得約翰怎麼樣 約翰這個人好像沒有靈魂 這講什麼意思 約翰從來不睡覺的感覺 好像有一點那種 對 文藝青年來對談的感覺 我現在問你兩個 一個是約翰一個是John John非常好的例子 因為John的英文翻譯跟英文一點關的沒有 你誰是文藝青年 約翰還是John 中文的那種 中文的 啊 約翰好像是一個沒有靈魂的人 這是文藝青年啊 文藝啊 就是這樣很喜歡創作的人是吧 沒有靈魂的人喜歡創作 那有靈魂的人要幹嘛 沒有 我是說文藝青年 對 還是他們自尋沒有靈魂 所以就覺得別人沒有靈氣 就是有點靈氣 啊 你講靈魂是靈氣 文藝青年是 啊哈 啊哈 對 講說如果沒有就是很嚴重 I wonder if you have a soul at all 你聽了什麼感覺 insulting嗎 什麼叫To what extent 在哪一種在什麼樣的情況下是insulting 這是考你們一下英文 這英文真的要學英文的話 要感覺sense of English rather than others 對不對 你有沒有那種感覺 你覺得差別嗎 對對對 soul 對對對 形式 I wonder if you have a soul 我覺得外國人在一般對話中 會用到soul這個詞 通常就是譬如說 譬如說沒有感情啊 然後 或者是譬如說聽音樂的時候 他們也會講說 如果你覺得這個音樂也不好聽的話 你才來說你without soul 所以我覺得感覺比較像是不容易被感動 或者是你有沒有跟他一樣的想法 Exactly 他這個意思有另外一個延伸性的implication 就是說你是不是應該被感動 你應該有感覺對不對 好了好極了 你知道嗎 我們碰到外國人哪一種人最冷 這個這個標準答案的 Sorry to say this 英國人最冷 對不對 你看答案都不會有一樣 每個人都這樣 因為 所以人家都會問說一個很冷的人 就表示說我們一個人應該有 每個人都有形式 都有形式 所以有情感 所以這個形式跟材質扮演了很重要 而且問題是 to have emotion is a necessary part 這個necessity 等於就是說你的formal part 一樣的道理 因為你的形式的部分就是你應該擁有的部分 OK 所以是這樣的理解很好 所以說亞瑟倫論論當中解釋這些 並不是他所需要正誠的部分 他們都是預設的 He does not say either that the organism are the products of intelligence design Plato and the stoic 就是說他不會說 他不會訴訟於神學 也不會訴訟於evolution 請大家注意 這是目前為止 我們討論的最主要兩種立場 就是說這個世界這一切 the way I see you is either created by God or it is evolved result of evolution 就是我們演化論跟創生論 亞瑫斯多德是這個第三種autentive 它是一個融貫系統 這個融貫系統 我不是特別強調它的重要 但是我覺得極有可能 是我們所能夠接受 比較沒有爭議的答案 他does not say much more than what he consider to be causal explanation 他這個causal 我們現在在整個科學哲學 對於causation causal explanation 有很多不同的解釋 會認為因為你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你要對於一件事物構成 因果解釋之前 你要先承認這兩個事件 彼此之間有一個內在的關聯性 而一旦你不能夠證成這個內在關聯性 你任何的因果解釋都是枉然 請大家注意這個觀念 所以說 那麼它是一個coherent explanation的原因在這 那麼我們接下來就談到 有這個形式就是從潛在到實現 潛在的話呢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從內在的轉向實在的 那麼這個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hange motion kinesis 會轉變 kinesis 轉變 change 這是內在原則 內在原則就是形式 內在原則就是形式轉變 這個潛在到實現的過程 這個我們同學都很熟了 那麼這個 這個是potentiality 叫潛在 希臘文叫dynamics to actualization 這個叫實現 希臘文叫什麼呢 就叫做energia energia 所以說dynamic是一種力量 energy也是一種能量 潛在跟實現都是一種力的展現 都是一種力 所以都有這種可能性 因為這個概念 所以我們才會有教育這個概念 如果人的話呢 如果不是因為這個概念 我們也不會有教育這個概念 所以說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那麼the primary principle of potentiality is acce principle of change 這是改變 x has the potential f for g then g is the actualization of f 所以我們在講說 每一個人都有什麼呢 都有被教育成為一個有完整人格的人 所以有完整人格的人 是教育是一個過程 每一個人有這個可能性變成一個完整人格 然後最後實現了這個完整人格 變成教育的成果 所以我們整個人的過程就是一個實現的過程 你種花 養出來的是花 你種豆 得到的是豆子 不會變的 為什麼 他的形式決定了他得什麼結果 這個對我們來講的話呢 這是經驗中相關的 那麼一個跑馬拉松的人 他一定要具有這個跑馬拉松的potentiality 那麼他有這個心臟啊 能力啊 體力 那麼這個所以呢 他這個potentiality呢在某些情況下呢 correspond to final causes 就是 所以說呢這個formal因 potentiality 決定了 跟他的這個final end 是結而為一的 是這樣的情況下 那麼這個呢也說明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對於亞里斯多德來講呢 事物的理解 重點不是一個固定的狀態 而是一個變動中的狀態 我寫每一篇文章都是想得到這個結論 就是說如果你用一種固定的態度看一件事情 那你完完全全會誤解 比如說當你了解到說 現在學生到底在想什麼時候 我總是跟他講說 你不能問這個問題 你應該問說整個歷史過程發展到今天 讓我們學生腦袋想這些東西的理由是什麼 後面的發問方式聽得有格調 有探討的空間 前面的問題的話是不負責任的 只想當下主角了解 他們想什麼 我們就是陰頭痛擊 這個就不對了 任何事物我們都要什麼 所以說後來從18世紀開始 盧梭談到人類不平的起源 到尼采談到人的道德的起源 通通都用一種系譜學 Geneology Geneology其實意思就是 我們要在歷史的辯證中 一直到黑格爾的經濟現象學出現 就是人類所有的活動 都是一個完完全全在歷史中變動 逐漸逐漸到今天 所以什麼呢 所以No.1 今天的結果 最早先就已經決定的了 對不對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生活中的每一個片段 都是整個歷史中的一部分 還有呢更重要的是 我們所有的這個歷史的整個階段合起來 所以我們要從事一切事物的終極原因 這個大家聽到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你要面對歷史 我們做任何事情 為什麼要強調歷史這麼重要 因為一個人如果沒有歷史感 他做什麼事情都 都跟asshole一樣了 完全沒有 完全不必care別人啊 但是有歷史人家說 你將來你有沒有想到歷史上 如何定位你 我講說I don't care 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因為你有後代啊 說我全殺光了 那也不一定啊 為什麼 還有名稱啊 歷史上你提到這個人 底下稱為情懷 貪官 漢奸 然後岳飛 忠誠 被殺 這個都有評價啊 歷史事實 歷史事實不客觀 對不起 不客觀你也得認命啊 因為歷史決定了 人本身是歷史中的一部分 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 就是說這個 亞里斯多德這種潛在到實現的轉變 慢慢慢慢的 他的每一個理念 都構成了後來哲學發展很重要的一部分 像我們今天日常生活中朗朗上口啊 我們開口閉口講的事情 我們現在面對一個貪官 大家貪官了 坐牢 總統坐牢 我們台灣跟韓國一模一樣 總統都是不是跳樓就是坐牢 那現在講說 為什麼害怕被抓 為什麼被抓後丟臉 歷史要負責 有人會講歷史是很抽象的 對 亞里斯多德哲學講的 每一件事情都很抽象 但是怎麼樣 但是他這個事情呢 可以被predicated 可以被敘述 所以大家害怕在歷史上的定位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中國有一個很好的史觀的傳統 這個傳統很偉大你知道嗎 你比如說我看到這個昨天 前天吧 昨天 前天 前天 你看這個仿如格式 前天我站在明孝林前面啊 就把這個朱家的子孫給大大的腐落了一遍 旁邊人 旁若無人啊 先看了中山林 幾乎是這個 痛哭流涕 到了明孝林呢 仰天長孝 叫囂的孝 然後呢 就是說到了這個 這個史觀啊 對於這個明朝皇帝的評價 通通不高 最低的是誰呢 最低的就是萬曆 萬曆史觀給他嗜好叫什麼 你知道萬曆皇帝在明什麼宗來的 超棒的 史觀超棒的 明神宗 明明是個人叫神宗 你看人家康熙叫聖主 你看這個 所以我聽那個 以言從裡面講到這個大清盛世的講說 二月和講說康熙手上做的事情 任何一件拿來 都是千年的君王沒有辦法做到的 隨便講哪一件事情 都是雄才大略 這就是肯定嘛 是真是假我們不管 但我可以朗朗上口解 明朝皇帝居然弄了半天 沒有一個受到史觀肯定 唯一比較肯定的是崇祯嗎 還是最後一個了 這個講起來也是很特別 所以歷史 歷史的定位就是我們 就是從潛在到實現的轉變 這個是潛在與可能不同 這個講說我們潛在就是potentiality 不是possibility potentiality是你不得不做必然會做 比如說我們講說 not everything that is possible for x realizes a potentiality for x perhaps it is possible for us to speak words of Italian without having the potential to speak Italian 就是說是這個 我們有可能是說Italian 就有可能 有很偶然的 但是你真的要學 你有這個potential學 這個意大利文 我暑假去了這個意大利 這個考察 學了幾句意大利文 跟了幾個意大利的高級朋友 意大利的高級朋友啊 就會吃 會穿 會講話 意大利文很好聽 意大利文真的非常好聽 男人講話像唱歌一樣 女人講話的是有致命的吸引力 就覺得非常好 好 那麼這個 好 那麼這有關於這個潛在到實現的部分 我就這個potentiality helps us to clarify change Change 那麼因為我們所談到的整個物理上的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Change 就是Change 這個Kinesis 那麼the building of a house is a change because it is the actuality actuality of what is potentially built inso fast as it is potentially built 那麼potentially built refers to the bricks and so on the complete house is their complete actualization actuality 這個是到一個actualizing 一個轉變 when it is reached 房子蓋好的 their potentiality to be built is lost 所以請同學注意啊 這個觀念是非常 所以你要將來要講 如果人家請你講一點人生哲學 我覺得你十十八九要用到亞里斯多德的觀念 為什麼呢 因為亞里斯多德觀念呢 除了我剛剛講那個歷史哲學的意涵 讓人感覺 我跟你講好 講一點這個心裡的感覺 你知道我們學受教育啊 覺得最踏實的想法 在這個教育當中啊 當然是說 我們有一個人格應該要進一步實現 我們在政治上的話呢 就是要把自己呢 小我跟大我結合在一起 然後呢 你在道德上呢 你要很注意一件事情就是 你要讓自己能夠慢慢了解到 約定俗成的規範與道德的內容 約定俗成 Conventional Wisdom 那這些觀念呢 都很適合你用到亞里斯多德的觀念 因為亞里斯多德觀念呢 講的是一個人如何有潛在 像我們這樣講好了 我們這樣講 我們每一次 我們在經驗中 都會問亞里斯多德式的問題 我們聽到社會出現一個奇怪的案件 報紙上 一般人都會問 這個社會怎麼了 這句話裡頭就包含了亞里斯多德的觀念 為什麼 因為這個社會經過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發展 怎麼會變成今天這個樣子 而且它隱含了說它不應該這個樣子 對不對 像我們人也是一樣 當你人很得意了 或是人很不得意了 你都會問 我怎麼了 我到底做了啥好事 得了這個福 我幹了啥好事 造了這個孽 害到自己 所以人 然後呢這種感覺想法 你們現在年輕不覺得 我已經進入了這種 開始要這個知天命了 耳順了 接下來就要再過十年就耳順之年了 我現在就進入階段就發覺 我常常在想 我常常在想到什麼程度呢 想到我四五歲的時候到今天五四十歲 五十多歲的時候 完全是一念之間 所以我覺得我這種持續的想法跟認知啊 會到了我人生最後一秒鐘才會停下來 然後到了最後一秒鐘才是什麼 才是Fully Actualized 其實同學們可以了解到這個意涵啊 就是說不是只有蓋一棟房子而已 所以呢這個是我們復列 我們今天呢 每一個人階段呢都是 inso far as I am 就是直到目前為止我就這樣子 然後再進一步 我覺得 我覺得在這個問題上 請同學一定要將來抓緊方向 我們的國家在成立新的教育制度之前 因為我們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家 我們這一堂課是上一整年的課 也是最後一次上這一整年的課 其實我們最後上這個一整年的課呢 坦白講機會很難得 為什麼 因為西洋哲學史只有一整年的課 才有可能從思想講到宗教的發展 是一個融貫的發展 沒有這樣子的一個機會 我們的國家目前為止最大的危機 我們沒有辦法對我們幹嘛活著的 這種存在主義式問題有一個起碼的答案 我們連一個修正的空間都沒有 你看什麼叫做後現代 後現代針對於現代思維進行修正 什麼叫做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針對中世紀進行修正 就是說你要展望未來一定要有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決定你的思維 然後作為你修正的基礎跟要件 沒有這個東西你根本就無從想起 你現在讓一個單獨長大的一個孩子 一個孩子讀了幾天書 叫他自己想出自己人生的方向不可能 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因為人生的方向是你將來進入這個世界 裡面已經有一群人在那了 你不可能進入一個no man land 這個人的世界當中 所以一定要進入這個世界當中 你一定要有什麼呢 有一套想法就是你要知道人的一些基本的規範 這個範圍定好以後 所以大家是隨不中 易不遠 可以在裡面共同學習 否則的話會出現一個什麼結果 就會出現很多人一離開學校發覺 社會騙我 學校騙我 老師騙我 對不對 會不會有這種偏激的人 會不會有 你覺得會不會有這種偏激的人 已經很對了 你同意嗎 你同意嗎 對不對 所以這個講亞里斯多德的思想 是從很科學的方式講到人應該選擇保守 所以反對亞里斯多德並不容易 因為他為了這個教育做了一個規範 你反對亞里斯多德你就否定了 人生最重要的四件事情 教育 道德 政治 宗教 是不容易的事情 是不容易的事情 他是整個體系的建構 好 那麼亞里斯多德的definition picks out the kind of actuality that to be identified with change 所以說亞里斯多德的actuality 他的實現是改變的動態的發展 by appealing to some prior understanding of potentiality the end of actuality which in turn rests on understanding of final causation 就是說一個最後的一個因 最後的final cause 這個有一種最終 就是我們人一切也好 天也好 地也好 所有的事物 亞里斯多德是非常理性的 亞里斯多德沒有任何的神學思想 是這樣子的情況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這個部分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趕一點 也沒什麼進度好感就是要上一下 這個亞里斯多德的psychology 好 那麼我提到這個亞里斯多德這個部分呢 我這個有關亞里斯多德物理學的部分呢 講的比較 比較這個延伸的性質內容比較廣泛一點 我跟大家呢 先做一個結論 然後呢 再延伸到我們下一步呢 討論亞里斯多德所謂的心理學的psychology 我的結論呢 為了方便大家理解 我把它分成三個部分來結論 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 就是物理學跟今天講的物理學啊 或者心理學跟今天講的心理學都不一樣 這個我不講了 我的結論第一個部分呢 要說明呢 亞里斯多德整個系統跟他物理學的相關性 然後接著的話呢 我要說呢 亞里斯多德物理學本身呢 在他系統中呢 扮演了角色 然後最後呢 我要說呢 他這個物理學呢 所得出來的重要的成果 如何在他的系統中 為往後進一步發展 心理學啦 形上學啦 倫理學啦 政治哲學 提供了什麼樣的幫助 說明 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呢 整體來講呢 是他這個系統這個發展當中呢 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最主要的原因 非常多 我只跟大家提一個重點 就是說 請大家注意 亞里斯多德的名言 他沒說過這句話 不過大家喜歡說他說這句話 就無愛無私 無根愛真理 就亞里斯多德基本上整個物理學系統 是為了要反對柏拉圖 那反對柏拉圖什麼呢 反對柏拉圖呢 就像我剛剛今天一開始上課 雖然沒有錄影 不過後來第二堂課才來的同學 也可能miss掉這一部分 就是說我們社會中無時無刻 都不能夠回聚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呢 就是大家總是喜歡用 不會改變的道理 來糾正 約束 甚至於規範 每天變動不定的現象 對不對 是不是這個道理 大家總是喜歡用 就是說我們會常常問 你不要跟我說了 你對父母就應該孝順 你對老師就應該尊敬 你對國家就應該忠心 這個你不要跟我說了 然後這一切這個是用全身命題的方式 這個很明顯的體現了柏拉圖的精神 柏拉圖的理型就是這樣的概念 對不對 所以這個大家都可以理解 可是在這種問題上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當你用全身命題說你不要跟我說這麼多 你應該什麼什麼的 這種問題出現的時候 亞里斯多德的系統 在這裡頭做了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書籍 說道理還是存在的 可是不同的情況會使得道理本身 必須做出不同的調整 換言之什麼呢 對亞里斯多德來講呢 相較於柏拉圖的系統而言呢 整個系統的建立當中呢 是說經驗沒有絕對的真實 請大家注意 當我們討論到前面講 亞里斯多德的邏輯 語言哲學跟科學哲學的時候 我們一直強調重點 經驗不能夠給你絕對的真實 但是經驗可以給你一個跟你的感官直覺融貫的系統 對不對 這是多麼好的一句話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在講說不准有例外的情況 在現實生活中不會發生的 所以你做一個哲學家的話 如果你相信有不可能出現例外的情況 那你已經脫離了人間的社會 你脫離人間的社會就要不要埋怨人家說你過於抽象而被邊緣化 亞里斯多德真的是把哲學家帶回真實的現實世界 就是說我們並沒有要求這種絕對不准真實 所以說在整個亞里斯多德系統的發展當中 這個物理學的這個change 裡面尤其是搭配了它前面的幾個重要的概念 我們在這邊提到的幾個重要概念 第一個 比如說我們強調什麼叫做變化 什麼叫做變化後的分類範疇 然後我們講什麼叫做使得範疇分類變化成為可能的原因 那最後我們再講說成為原因的話呢 是一個在一個轉變的過程中所出現的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 它是延續中間所強調的 然後第二個部分 那就是有關於亞里斯多德的物理學本身 有一個什麼樣的功用呢 我覺得亞里斯多德物理學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後面我們所提到的 從潛在到實現的過程 這潛在到實現的過程呢 如果你用純有論來講 ontologically speaking 你會發覺你本身不但參與了歷史 你根本就是人類整個文明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因為你的存在就構成了你必須存在的理由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什麼呢 這時候史比諾莎講的pantheism 一種泛神論的思想 任何事物包含這個椅子它都不能不存在啊 它的存在一定是必然的 你也不可能消除它啊 包含你自己本人 所以這個也是因為這個緣故啊 這個在ontologically speaking 就是你當下會覺得 你會拿的是為什麼 你有個想法 你的存在已經是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決定自己要存在 我們沒有決定自己要存在 我們的存在怎麼來的 我們的存在完完全是因為我有自我意識 又開始問這個問題 但是我們不能夠提供自己答案 存在來講的話你的存在是必然而然的 這個是就是存有學的基本觀點 你自殺以後你也是存在的 這個你的在是必然的一部分 跟你物理上的在不在一點關係都沒有 ontologically speaking 可是呢historical speaking 在歷史上的觀點中意思又完全不一樣 就是說你今天是存在這個樣子 你今天穿這樣的衣服 你今天穿這樣子的衣服 你今天用了這樣的器具 你今天抓了這樣的筆 你今天寫這樣的字 每一件事情不是你自己發明的啊 也不是說是你想要這樣或不想要這樣的 你也沒有被強迫你是自願的 但是你不自願這樣子也不行啊 大家都這個樣子 沒有人在長跑馬掛上課的啊 什麼原因是 歷史的發展 這個發展不是演化的 是每一個階段每個階段是有什麼 一直不斷的 你朝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在實現 所以我們不是我們自己有形式而已 你作為這個總 你作為這個人種你有一個共同目標 黑格爾說得很清楚啊 所以說人類的歷史就是為了實現人的自由 一個最普通的概念 所以換言之 歷史上來講我們整個發展過程中 你不要去問起源是什麼 你不要問最終的結果是什麼 而你就發覺整個人就是一個歷史動物 在歷史中你能夠當下扮演好 你這不得不扮演的角色就不簡單了 這不是很好的人生哲學嗎 這很好的人生哲學 對不對 其實很多人覺得說啊我要什麼的 我要做全世界最重要 我要秉承一切 我要什麼離群所居 亞里斯多德答案都很簡單 不可能 所以我從這個第二個部分 我要告訴大家一句很真實的話 其實有的時候我 我很感慨喔 我最近嘗試性啊 跟那個教育思想月刊投了一篇稿 寫了一個文章啊 其實我的文章亦有所指啦 我今天因為上課講到這裡啊 我心情就高興起來了嘛 我就閱讀了一些我看到人啊 因為大家有興趣 加拿看出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加拿去讀 我感覺上教育應該保守 政治可以先進 政治可以激烈一點 教育應該保守 為什麼教育應該保守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因為你人這個自己能夠定位自己的空間 並不寬廣 所以說叫創意嘛 那我們在教育的話呢 應該告訴學生 孩子們實話 就是你面對的一個世界是 第一他已經有自己的規範了嘛 就是說你知道這個世界是rule of law 那個law不是你制定的 你只是去了這個law會 對你而言是一種規範強制在你身上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的話呢 你在這個世界當中的話呢 你不做順民他馬上就punish你 你根本就沒有發展的空間了 所以我們台灣是全世界唯一的 真的可以允許學生亂鬧的社會 因為我們普遍沒有這種哲學上的思想 大家搞不清楚什麼是什麼 教育部長很容易道歉 很柔弱 全體下沒有第二個政府啊 你知道你每天晚上九點 你看看National Geography那個頻道 看到二十大戰戰時的時候 你看到三大領袖 毛澤東 史達林 希特勒的時候 哪一個人敢鬧啊 不可能有人敢鬧的啊 甚至你如果國家 如果被德國進攻的時候 你鬧你鬧馬上就一刀兩斷了 不是情感一刀兩斷了 身體就一刀兩斷了 沒有時間讓你來 他們沒有自由的想法 整個國家在這種狀態中 你一參戰你就是準備送死 沒有第二句話 年輕人全部三個人一條槍 這個我講的意思就是說 教育本身要告訴學生 這個世界不是你決定的 你不可能離開這個世界的存在狀態 跟你這個世界的歷史條件 而單獨的存在啊 這個是我覺得讀亞里斯多德 在這個Change的理論中 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大家可以把這個觀點放在心裡 你會讓你會發覺說 我就是貌大不會 因為整個教育哲學界都是強調 我們這個教育要開放要自由 年輕人的話呢想對不對 像政大服裝一樣 想要幹什麼就幹什麼對不對 沒有制服 那到了台大制服日的時候 川漢山他們寫政大服 很多很特別的現象都跟著發生了 就是哎 後來發覺 看著人家 人家英國的教育 最好的學校Eaton College 或者說是什麼好學校 都穿制服為榮 穿得整整齊齊的 那你會覺得奇怪 到底是英國保守還是我們保守 我們先進 我們流行打赤腳 就是你教育 你打赤腳 將來到了社會當中 他interview的時候 像以前我們很多 我認識很多朋友 拿博士的時候 長髮披肩追求自由 然後我說哎你怎麼長髮剪呢 要找工作啊 要找工作長髮披肩一去 人家以為你來畫符的 道士來了 沒辦法要遷就現實 我說與其遷就現實 不要遷就啊 教育的過程中 讓他了解現實的限制啊 如果你不了解現實的限制 無從突破 我們應該要發揚一種保守的教育啊 這個保守 教育保守主義者 一下子就被打成右派 罵得一塌糊塗 沒有人有機會 我找了一些資料看了一下 慢慢慢慢發覺 哎呀 這就是應該到了說實話的時候了 好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在談到亞里斯多德物理學中 對我們發展有什麼幫助呢 請大家注意 我們最後講到從潛在到實現 潛在到實現 他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人是一切討論的核心 也是我們要關注哲學的要領 請大家不要忘了 從先蘇哲學一路下到了蘇格拉底 柏拉圖 亞里斯多德 他基本上跟其他的希臘哲學家 有一點有根本的不同 就是他們反對那一種 以固定的思想所呈現出來的唯物主義 他們強調人倫理上的變化 人倫理上的變化呢 找出以人為主的哲學 這種哲學呢就是叫做倫理學 對亞里斯多德來講 哲學如果不能夠發展出 不能夠正成倫理道德 如果一切都是什麼都可以 都可以相對化的話 那麼這個對於哲學的工作來講 對亞里斯多德來講是有很大的損失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整個當代以來 所有的挑戰一定是挑戰規範性的倫理學 一定是挑戰規範性倫理學 一定想辦法舉出例外的情況 來挑戰倫理學的那種 那種全面性的訴求 那對亞里斯多德來講 他能夠站得住腳的理由 就是我們接下來要講的心理學 因為他說人有一個心理狀態 這個心理是靈魂 所以我剛剛跟大家已經聊了一下 就是這個psychic 這個psychic的話呢 是一種假設存在的東西 是一種真實的東西 只有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才說一個人應該做什麼事 請大家注意啊 好一點了吧 請大家注意啊 人的行為跟應該這個概念是很難連在一起的 你知道嗎 你知不知道這個含義 so what should you do sounds extremely irritating to me I don't like any idea of what is all to do all to be done I don't like the idea 沒有人喜歡 你不用顯現你很酷 沒有人喜歡 這個應該做什麼 跟我作為一個獨立自主人 這個概念是有衝突的 你知道嗎 那很多人很不爽這種觀念 因為教育可以告訴你 這個就是你應該做的這個不應該做的 我再跟大家強調一件事 你想想看 你受教育的過程 只有一件事情你沒有辦法argue 就是數學的答案 沒有人講說老師不一定啊 可能是三還是二啊 老師當場過去兩個巴掌打完了以後 是抱著一燈出來雲潤華藍 怎麼有學生會問老師這種問題 其他的通通都不行 其他的學生都可以argue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 任何事情都不一定 我們國父是誰都不一定 都不一定 我們民族救星是誰 那更是有爭議 三民主義跟三國演義到底哪個重要 都有爭議 這個都有爭議的 只有數學的authority 所以我很多人就是陳昌暗渡 用數學的authority來說受教育的 裡面的規範性內容 這個就說不通了 這也是為什麼你現在很多人很反對 這當然不是我要講 但是心理學就在回答這個問題 亞里斯多德對於靈魂的定義 我們看一下 亞里斯多德對於靈魂的定義 靈魂是一種非肉體的形式 形式 重點是形式 靈魂與身體 靈魂與身體 body and mind 那欲望與志願行為 這些都是有這樣子的一個含義 換而言之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要看的倫理學 就是要從這個 亞里斯多德心理學來討論 那這個大家都可以了解 靈魂這個字 英文是瘦 拉丁文是z 那麼希臘文是psychic 對於希臘自然哲學家 尤其是先蘇哲學 這個字的意思是冷體 我去過希臘 希臘文 今天的希臘文叫冰箱 還叫什麼psychinos什麼的 都還是用這個字 冷的 冷的體 冷的一個具體的東西 那麼對於柏拉圖而言呢 這個字的意思呢 就是non-cooperial 非肉體 請注意啊 我雖然啊 我雖然這個沒有寫出自己的哲學史或什麼 但是我講的每一句話都有一個重點在裡頭 同學們不一定 就要慢慢慢慢去體會 首先呢 冷的體是什麼意思 冷的體是 不是講你的屍體 而是講人的內心當中 有一種熱的東西 像你現在熱血沸騰 是你的靈魂熱的 有另外一種沒有身體的靈魂 是很冷靜的 那是冷體 請大家搞清楚啊 冷體不是屍體 他講的是心靈狀態 換而言之 人是兩種身體所構成的 一個熱的一個冷的 兩種心靈構成的 熱靈跟冷靈 就是熱靈的是什麼狀態呢 跟身體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它是熱的 跟身體分離了以後呢 它就冷冷的 因為人的這個身體是帶來熱的原因 但是人一旦他的靈魂脫離了身體以後 它就冷了 它是獨立的 這句話的重點是什麼 這句話重點是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相當相當特別的問題 我長期看西洋哲學史 他們說先蘇哲學家沒有例外都是唯物主義者 materialist 我看不懂了 我看了好多 我看哲學史 我看英文本 看法文本 都說materialist 我看不懂 因為我認為唯物論者 我以往認為唯物論者是什麼 我以往認為唯物論者就是說 只有經驗上可感知的事物存在 經驗以外都不存在 這個叫唯物論者對不對 誒 可是呢 我慢慢發覺先蘇哲學家講求的 那個arche 那個principle 那個是萬事萬物存在的道理的這個哲學家 他們所強調的那個物 是另外一種概念 他們稱這個物是什麼呢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要涉及到一個想法了 這個物是什麼 請同學注意 如果 你把這個中國的思維放在一邊 你在想 如果這個事物 這個世界中的一切 舉個例子來講好了 比如說我看到這個同學這個水杯 很漂亮 叫什麼copy Snowpee Snowpee Snowpee是個小狗的名字 Snowpee 對對對Snowpee 對 想成Slappy的 我說 有一個Snowpee的杯子 很可愛 然後 十年後我們在一起開同學會 叫西澤市 2012年的最後幾堂課的同學會 然後我們講到說聊到記憶中 說你記得嗎 老師對你印象最深刻 是因為你用了一個杯子 這個杯子叫Snowpee 有人記得有人不記得 但是請大家注意 請大家注意 我們現在當下的這一分鐘 我們大概還有二十分鐘課就結束了 三十分鐘課結束了 我們結束以後 當你在我在跟你講說 你記不記得那天用Snowpee的學生 他叫什麼名字啊 我真的有必要問這個問題 他說你都不知道啊 那你好像跟他很熟的樣子 我說 我們在聊一段記憶的時候 講到東西 請大家注意 我們說 對我們記憶中這個東西存在不存在 我就說他用的是Snowpee 不是Pinoche 我們有清楚的答案判準的基礎 不是當下的經驗 而是這個經驗能夠被我們進一步敘述說出來 所以對於先蘇哲學家而言 他們作為一個Materialist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所有的事物都是這樣說出來的 OK 都是這樣說出來的 然後你說 你用說出來的方式來決定什麼東西存在跟不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 跟大家複習一下 Ionian講說有一樣事物 它這個是水啦 那跟水相關的就是存在的定義 跟水無關的就不是 有人說是氣啊 然後這個 像這個Anexamander 他說是這個Aberon 是一種Boundless無限的概念啊 我們都先給定什麼是存在的條件 然後按照這個標準 按照這個條件來決定什麼是存在 那一切存在的才是真實的 不存在的就不真實 這種概念下我們叫Materialist 所以呢 先蘇哲學家呢 自然哲學家就是先蘇哲學家呢 這個字意思是人體 意思就是說什麼呢 我們在敘述 我們在敘述說 人死後靈魂去哪裡 這件事情我們會覺得說 他有討論的必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感覺到有很多人精神異異的 突然一下呢 他雖然表面上死了 但是我們有一個神話世界 他在裡面活躍的不得了 這個希臘神話 希臘神話裡面經常寫 因為希臘神話很特別啊 不以經驗為限啊 他有人神 他人跟神之間結合來生下半人半神 叫Demi-God Manalos就是Demi-God 有非常多的 還有像這個Achiles是Demi-God 半人半神的 這種東西 然後呢 特洛伊戰爭基本上是人跟神聯合打的戰爭 誰死誰活無所謂 所以有這種 有這種特別的情況下 有的人不會死 有的人會死 不會死的叫神 會死的話叫人 有的人半人半神的話 就是很難死 但是還是會死 那有很多情況下 那我們要強調說 在這個神話世界中的這一些人 比如說他送到了這個Elysium 就是他所謂的天堂的時候 或者說是這個奧迪賽 經過地獄 走過地獄看到靈魂 這些靈魂是什麼樣的存在狀態 他們就說了 這個呢就是一種人體 對柏拉圖而言這個字的意思就是非肉體 non-corporeal 為什麼對柏拉圖而言這個字就是non-corporeal呢 因為對柏拉圖來講肉體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啊 柏拉圖式的戀愛 就是肉體不必接觸的戀愛 就叫柏拉圖式的戀愛 以前有一個很有名的明星叫范島愛 他寫過一本書叫柏拉圖式的戀愛 就這個名字 我那個時候剛回國不久他在台灣開簽書會 我一看到書長有柏拉圖式的戀愛 剛好我那時候很迷這個饗宴片啊 又跟著人群走 就走走走走走走到前面去了 一看嚇了一跳 這個人山人海 而且每一個都像是十幾天沒睡覺的樣子 我心裡想著台灣曾幾何時 去國多年啊 讀書風氣如此興盛 每一個人都問了在哪裡在哪裡 這個後來才發覺原來柏拉圖的戀愛 跟柏拉圖的性愛一致之差 那麼這個柏拉圖討論非肉體的問題 亞里斯多德討論這個概念在於他想要呈現有機體 是身體跟靈魂的結合 那麼organic是亞里斯多德在討論心理中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說我們都會覺得說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現在我們社會一提到有機 這個概念是代表正面的價值 一提到機械就是負面的價值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你有沒有這種感覺 像你賣東西說 此蔬菜完全是機械式生產 跟此蔬菜有機式生產 好像價錢差兩倍的感覺 這個當然這個是以慈害義了 不過他確實說明 就是說所謂的有機呢就是 機械式跟有機性的差別就是 有機呢是缺一不可 每一個part是有它的irreplaceable 不可替換的地位 機械式呢是齒輪一樣 像你汽車一樣打開呢 哪個零件換就換哪個零件 這個叫機械的 其實說良心話機械的便宜 有機的要整台換 機械的只要換一部分了 零件的概念 但是有機式呢感覺上什麼呢 這個缺一不可呢 屬於說每一樣事物 對亞里斯多德來講呢 亞里斯多德既不是談肉體不肉體的問題 也不是談語言上決定它是不是一個個體的問題 亞里斯多德講說身體跟靈魂的結合 構成了我們一個人 也就是材質跟形式的問題 也是我們經常討論的第一個問題 這樣子 所以這個問題 我希望呢就是回味一下 讓大家有個清楚 好 那麼我們在討論 以討論形式的方式看待靈魂 形式的部分大家已經知道了 形式決定了我們應該要做一個什麼樣人的潛在的部分 這種潛在的可能 毫無疑問的 對柏拉圖的形上學架構而言呢 形式構成為真的條件 但亞里斯多德不一樣啦 他以為材質跟形式的結合才是真 所以每一個結合 這個結合是有機的結合 有機的結合 那麼這才是真 這個 所以亞里斯多德呢 拒絕了先蘇哲學那種唯物論者的預設立場 認為靈魂只是非有機的物質 非有機就是機械的物質 就人有兩個部分 也拒絕了柏拉圖的二元立場 認為靈魂呢必然是非身體的 所以兩種的話呢 就是我剛剛花了一點時間跟大家解釋 這個人的話呢 因為我們以往 這個講到這個部分喔 希望同學發揮一些想像力 我問一下同學啊 在座同學有沒有認為 有沒有唯物主義者 認為人根本沒有靈魂 隨後就燒成當肥料養大豆子 有沒有唯物論者 我們同學有沒有唯物論者 我聽說沒有啊 哇 鏡頭拉一下全場 好 不要動不要動 全班都相信靈魂存在啊 哎呀我挑幾個臉上表情 長得很理性的人的樣子問一下 郭靖遠你是一個 你相信靈魂的存在啊 真的啊 那我 你咧 你不相信靈魂的存在嗎 我不知道 不可知論 對 你對自己提出這答案很高興嗎 我真的不知道 廢話沒有人知道 不是 我就是說我沒有辦法相信 所以 所以你不相信 但你怕講不相信以後馬上被被懲罰 不是 我應該說我希望他存在 因為我覺得沒有 你希望他存在可是沒有 守定存在所以我也不知道 所以你這屬於 你這個就是懦弱的表現啊 像他多勇敢 就舉頭三次有神明 多好對不對 清楚明瞭從此又做什麼事情 就要小心謹慎啊 隔牆有耳旁邊就有人 你跟那個助教中間還做了好幾個 是吧 全班都相信有靈魂啊 沒有唯物論者 哇 這個教育有問題 你也相信啊 你看起來很理性的 什麼這種答案 不夠assertive 沒這回事 要這樣子 像我跟你講啊 我有一次在這個跟大家講 我也講累了講一點這個輕鬆 這哲學家啊給我最大的幫助啊 就能夠明辨中間啊知道真假 就我有一次啊 我這個跟我們這個梁老師一起參觀這個太原古廟天龍山 移進去啊那個廟一看到一個好大的一個石像啊 正在感動之餘啊 突然一個和尚一個劍步衝上來 哎呀 施主相貌堂堂氣宇軒 好 今日來此聖地必然啊 是由心有所指 求福求保平安 樣樣都行啊 只要施主告訴我們 只要捐款 燒一柱香二十元 然後燒大盤香一柱的話呢 一百元人民幣永保清康 健康青春有沒有 我當時一下的話呢很難拒絕 我們同事啊 你們老師很難拒絕 我啊 當場不必 哎唷那個高僧啊嚇了一跳 何故施主居然如此堅決什麼 我說我一句話解決了 我們信基督教 那位高僧 啊啊啊啊啊啊 那高僧突然一下變成凡人 那你來天龍山幹嘛 我們來玩啊我們 所以這個 大家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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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啊 這個對於靈魂的認知 那我現在跟大家講啊 你們的認知跟我們在哲學系裡面講的靈魂概念是不一樣的 我們概念是哪裡不一樣呢 你們感覺到 有一種就按照你的講法有一種神秘的個體 不是就是你不敢接受的那個東西 我幫你說出來 有一種很神秘的個體 對啊你不知道是不是就不可知論就是神秘性嘛 不是嗎 對啊 哎呀我跟你講我們快得很 我們上課時間有限的 然後呢我們講的不神秘 我們講的就是我剛剛問的 哇 This guy looks like somebody who is not a soul who does not have a soul 是這種意思 就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好像emotionless 我們覺得人之所以有靈魂是因為他有情感 熱情 知道什麼叫好玩 知道什麼叫好笑 知道什麼叫好處 這個叫好 這個是一種情感的表現 靈魂的話呢是主導這一部分的力量 因為你什麼呢 因為你有情感 比如說有情感有正面的情感負面的情感啊 對不對 你如果一看 像我們最大的福氣 你看我們每天跟年輕人生活在一起 心情都非常好 你如果像護士每天在養老院啊 夫妻夫妻都是老人 久而久都覺得自己老 像我們跟年輕人在一起都不知道 老子將至雲兒啊 對不對 那有的時候 但是你有的時候在路上 我問大家 請問大家 你在路上看到一個老太婆 陪了兩個小孫子孫女要飯 然後一個過去給了二十塊 小孩子沒有撿起來 然後踩到他皮鞋 那個人回頭就給那個小女孩一個巴掌 你看到場面你會有什麼反應 你會有什麼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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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不會有反應 還是說you are a man without a soul 你會有什麼反應 你會有什麼反應 欺負弱小 欺負殘障 富儒 你會有什麼反應 有點憤怒 憤怒不足以形容這種感覺啊 我找一個相貌長得比較凶狠的人這樣子 你看那個最後一排那個 你看藍子 對對對那個 突然變得河海多了 你會有什麼反應 你會有什麼反應 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 你是哪一國來的 在澳門賭場中社會就是這個樣子 要不然的小孩就挨個巴掌就算了 你看台灣真的喔 柳哥我跟你講你代表澳門表達意見 從此澳門是我們人間電獄喔 好可怕喔 你另外一個澳門 澳門就這樣子嗎 我再強調一遍 我問你澳門 Do Markov people have a soul or not 沒有反應 在台灣不得了喔 在台灣這個事情只要有人披露幾乎百分之一百unanimously 你覺得台灣奇怪還是澳門奇怪 你講良心話 台灣人比較好 我沒有問你誰好 這是我們下一次上倫理學的內容 你說哪邊比較奇怪 我跟你講 你用廣東話講這件事情聽起來超恐怖的 你知道嗎 因為其實香港人已經很接近這種感覺了 我們就覺得說那個也那個社會喔 人情人暖之差別大限制 不寒而栗啦 另外一個澳門人你同意澳門就這種社會嗎 我再強調一遍 要犯了老太婆帶兩個孤苦無依的孫子女 遺憾還在地上丟兩塊錢剪刀以後踩到人家皮鞋 當場那女生就挨了個巴掌 小孩子啪一個巴掌 他媽的臭藥飯的 你看完在旁邊看你什麼感覺 沒感覺 不應該踩到人家的皮鞋 走了 你是這種感覺嗎 不是吧 你是什麼感覺 差不多啊 你他媽的什麼東西啊你 對不對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你的靈魂該做的事情 沒道理啊 那個人講說 他最喜歡我打他一巴掌了 你打我幹嘛 我我跟各位強調 我跟各位強調 人有這種emotional reaction 是非常自然而且正常的 你要經過長期的訓練 尤其是要 假如你把自己訓練成鐵野性 以後我們要把我們的陸戰隊 全部送到澳門去 完全沒情感 中兩彈以後 拔出子彈來丟回去 繼續往前衝 要訓練成這個樣子 解放軍要送到澳門去訓練 這個要要要要 這個因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你演那個魔戒的時候 那個伴獸人 伴獸人就沒情感啊 對不對伴獸人 伴獸人就 永遠不害怕 這就是沒有 為什麼伴獸人沒有靈魂 所以我們的世界 有靈魂的概念是很麻煩的 有靈魂的概念很麻煩的 因為你有情感沒情感之間 構成很大差別 因為情感本身來講 他那個解釋 其實說句良心話啊 你說台灣比較好啊 但我們有的時候 有些地方表現得很濫情喔 我們有些地方表現得很濫情喔 大家的話 我們濫情的程度超過我們法律管轄的範圍喔 大家很多人會覺得說 衝上去笑我剛剛 對不起冒犯了 我知道 我也是挑你 我不敢挑他 他很瘦弱 一下壓骨頭斷 你這個撞得不得了 所以 所以呢這個就說明了什麼呢 這說明了 我們對於靈魂的判斷 不是我們說他存在不存在 而且就是說不是在講大家什麼鬼魂什麼 所以我們的人的確實有一個行為 他是超越你的理智而存在的啊 超越你的理智就是說 You can't help but do it 超越你的理智啊 我們開口閉口說 人是理智的動物對不對 講說誒 磨定而後動 但那種情況下你怎麼會撤影之心 你就動起來了 孟子也講了 為什麼 因為人有一種 這個就是靈魂所扮演的角色 所以其實我們每一個同學非常好 大家相信靈魂存在 我就說你不要把它想成那種宗教啊 什麼鬼魂啊 半夜來敲門啊 這個沒有用 有相信這個你就完蛋了 等於沒受教育 但是呢 你遇到路見不平拔 沒有刀了 路見不平拔拳相見 這個有情緒有反應是可以的 表示大家都接受這個觀念 我跟你講喔 我們同學出了那個 那個同學的看法 就是標準的 沒反應 你其實也代表你自己講話 你就是沒反應的嘛對不對 對 你看非常好 就是說 這是一定訓練的結果 訓練的結果 就你小時候出生 如果你是從小就在台灣長大 那你跟我們不應該不一樣了 就是因為physical你華人嘛對不對 對嘛 長得也就是很標準 如果想到華人樣子畫出 就長你這個樣子 所以就是訓練的結果 就是說 我從小就挨巴掌左打右打打習慣了 現在我打人我沒感覺打人 打膩了 就以前同情太多了膩了 煩了 覺得不應該太過於emotional 這種話來說 你的soul給你另外一層upgrade的教育 說情緒要能夠under control of reason 就是說不要太激動 我跟你講喔 我看所有香港電影 90%是按照這個理路來演的 周星馳的電影都是 你一有emotion他馬上 那個 因為我年紀比你們大得多了 我接觸香港朋友的時候 我接觸香港朋友搞不好 我接觸香港朋友的時候 你還沒出生呢 大得多了 因為以前香港人都到台灣讀書嘛 我們同學朋友非常多的 尤其是那個中下層的人 非常多 所以了解到那個社會 你現實啊各方面被人管得清楚 有太多的情緒沒有用 幫助人沒有用 太多人需要幫助 好 那麼以亞洲的論證 靈魂是實體 因為它是自然體的一個形式 而這個自然體就是經過靈魂而成體的材質 就是自然體的一部分 就是我們有血有肉 然後呢我們的情緒哪來的 我剛剛講那個情緒 每個人都不例外會擁有的情緒 把門關起來它已經進來了 這個情緒在哪來的 自然體怎麼來的 所以呢這個時候我們要討論這個材質 實體的意義就是在感官層面 能夠察覺到的實體 所以我們靈魂是在感官層面能夠察覺到 我剛剛為什麼用情緒這個概念來描述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沒有例外會察覺到一件事物 我跟你講啊像我們的社會當中啊 這種同情弱者啦 普遍出現這種觀念呢 我說一句良心話好了 你剛剛講的玩笑開玩笑 最近羅大佑在香港他發表一篇觀念 就是香港講到這個陳品 我是還滿喜歡他的一句話 他說台灣啊不見得說很富裕啦 但是呢就是理想中的華人社會啊 大概就是台灣這個樣子 理想中的比較少 比較少這個現實利益的爭執啊 比較多傳統文化所蘊含的結果 在現代生活上來講沒有差得很遙遠 但是看起來不富裕了 就是說他講的話 然後這句話呢得到相當多的人的認同 我為了肯定這句話啊 特別花了心思去看了一下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 我在研究這個現象 後來我發覺那個電影裡頭 這個九八糟嘛是東海的畢業學生呢 社會系的我以前我不曉得有沒有教過他 但我在社會系經過很長一段時間 我發覺這個電影呢最可貴的地方呢 是顯現出台灣那個看起來很落後 卻充滿了人情味的那種感覺 你知道啊 這個電影在台灣賣座的話呢 我一開始以為是彰化人支持彰化人的結果 後來在香港賣座 後來在新加坡賣座 我發覺原來他們的社會 原來是一個很敏感的議題 在新加坡賣座的話呢是強調你是中國人的意識是很敏感 因為他多元種族社會 有沒有面對威脅 可是那個電影拍完以後呢 那個所有他要的 尤其是那個感覺 他非常好那個吃飯玩啊 學生啊那種感覺什麼 我看完以後我覺得 哇這個是說明什麼呢 他我不曉得什麼道理 他挑動了那個靈魂在情緒上 管控的那個控制碼 他調動了 我不能夠說很好 我給你打包票 你再拍一次絕不賣座 沒有人要看 因為那是我們生活中福時皆是 我們幾個就可以拍一張 那些年我們一起聽過的課 那些年我們一起上過的小福 那些年我們一起捍衛的人文大樓都可以 但是絕對不會賣座 為什麼 因為那個題材被吵過了 沒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種感覺呢 這種感覺 這種那種靈魂的那種感覺 是一種遺忘 就是the meaning of forgetfulness 你們要知道啊 新加坡人是什麼人 你們要知道香港的上層社會是什麼人 人家知道真的答案你會嚇一跳啊 他們整個受教育的過程就盡量get rid of all consciousness of Chinese 他們整個受教育的過程就完全是這個cleansing的過程 基本上就是這樣的過程 尤其是他們的上流社會啊 那在這種情況下 那個彰化癡霸館那種感覺啊什麼的 這些內容我覺得說明了什麼呢 說明了這種感覺的認證是我們靈魂中可察覺的一部分 每個人都知道 每個人都知道 這當然就叫創意了 這當然就是創意 所以創意必然是一個soul even的一部分嘛 物質當中物質的部分很少有創意的 所以做設計的人的話很少不是靠頭腦跟筆的 沒有人用機器做創造的 不可能 因為創意一定是來自於這個 按照我們今天講的亞里斯多德的話很好 一定是來自於靈魂的這個部分這個面向 所以呢靈魂的決定形式為何的實體 但靈魂是物質的嗎或是有機的呢 這個就很難討論了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感覺到它存在 但是沒有人知道它究竟是什麼 沒有我們可以感覺到 我們可以感覺到九把刀拍的電影 感覺到它好看 但是沒有人知道究竟哪一個地方能夠賣座 你能夠回答嗎 但是你知道它賣座嘛對不對 每個人都知道結果但是不知道究竟哪一點 說大家衝去所有的電影全部拍 商話人的一舉一動 拍完以後一定賠錢 因為它確實很難看 還沒拍你就知道難看了 為什麼你重複那種感覺就很難看 對不對 大家吃肉圓大賽也不是重點啊 沒辦法真正呈現出為什麼賺人的創意 所以這個跟亞里斯多德的目的論息息相關 有關Final course or teleology 這個部分 好 那麼我講最後一張頭影片講完我們就下課 就是說一個有機體 比如說一個人 他的存在不僅是為了生存 他成長的方向朝向一個目的 而且這個目的對於他而言在未來的發展中 要構成為構成這個字錯了 構成為真正的要件 而在現狀中是潛在的 所以才智跟身體的部分都是為了未來而存在 為了實現它而存在 那我們可以說呢就發展目的而言呢 這是潛在的真實 就是potentially real 所以說這個是對於這個 亞里斯多德所講的靈魂 靈魂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的情緒的部分 我們的emotional part 就是靈魂要管控的部分 那這當然是 我跟大家講個最重要的話 請大家搞清楚一件事 我們讀哲學的目的不是要處理我們的身體 或是我們實質上能夠得到什麼樣的知識 我們讀哲學的目的是要處理為什麼我們有情緒 因為情緒不可捉摸 不能夠確定是最值得我們探討的 只要能夠確定的東西是不值得我們探討的 你想想看你會為了一本數學的參考書 放在你整個旁邊一輩子嗎 考大學的參考書 但是你怎麼可能不放一本 有關跟你靈魂相關的書 放在你的心中或放在你的枕頭邊看一輩子 所以這個是重要的題目意義不一樣 我覺得亞里斯多德在討論到每一個地點的時候 都能夠點出我們生命中很重要的價值 雕二十一 雕二十二 雕二十一 雕三 雕二十二 雕三 雕三 雕三